之前幾個台灣電競團體出國比賽 都在國際接納大放異彩 也讓許多玩家們都躍躍欲試喔 而要暴雪與AMD共同舉辦的 暴雪AMD夢想聯賽 就是讓我們大專青年 可以一圓他們的電競夢喔 大家趕快成為我們下一個台灣之光吧 台灣暴雪和AMD超為半導體台灣分公司 將合作舉辦一系列 以新海城堡2 從組織星為主的抱著AMD夢想聯賽 開放大專院校的在學學生報名參加 另外這一次遊戲大場智凡迪 也特別舉辦了 夢想天使最強校園女神選拔賽的活動 培養新生代電競主播美少女 與遊戲代言人的趣味賽事 記者會上特別邀請三位美女玩家組成聯軍 有來自韓國的空姐美女Barbie 新海城堡2線上主播麗爭 賽事長勝軍美女Lucy 實戰對抗電競聯賽總決賽冠亞軍選手 比賽的過程相當精彩激烈 美女玩家真的超吸睛 另外志冠科技董事長王俊博也表示 女性玩家的參與電競賽事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希望說未來我們這些英雄每一次的比賽 我們多能夠讓玩家除了看精彩緊張的比賽以外 又看到很漂亮動人的美女 喜愛電競的你 趕快報名參加 暴雪AMD夢想聯賽 意願你的明星夢吧